109年的时候 我也针对国军战备任务训练兵棋推演 提出我一点点的看法 针对于临时性的管制休假 更是不以为然 事实证明跟我说的一模一样 只是兵棋推演 你留那么多不相关的人员 最后只是造成了当周一堆人没事干 还积了三至五天的假 我不知道下达这个临时管修命令的人是谁 我只知道他完全不了解基层部队的实际状况 那你说免留宿的人可不可以出去 你这不是废话吗 大家都不能出去 免留宿当然不能出去啊 兵棋推演就兵棋推演 参谋训练就参谋训练 你管制所有的人休假做什么 留下重要干部去兵棋推演就好了 以履籍为单位 联籍以上重要干部 加上幕僚主管 加上配属或资源单位的主官参加不就好了 再加上编组参谋训练的人员留下 来做状况的处置就好了 把基层的四官兵全部留下来有什么意义 别忘了平日部队还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在营耶 你要配合主官演场戏或做个表演也行 你要有人配合着状况推演也可以 又不是时兵验证你把全部的人管修要做什么 没有要到县地去四官兵留下来真的没有什么意义 想必这次的战备任务训练兵棋推演又要看到一堆四官兵去出公差了 不然可能就是去歌草 不然就是拿出歌词来唱军歌 真的是浪费时间 那你既然一定要管制四官兵休假的话 至少开放个外散数码 调节一下官兵的心情 让无法休假的官兵至少心里好过一点 对于当周的各项事务或许会更用心的去执行 以上是我针对只是兵骑推演为什么要管制四官兵的说明 最近几天国内的疫情相当严峻 每天都有上百个确诊的个案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也做出很多相关的指导 国军当任也要做出相关的因应措施 以维护官兵的安全及健康 所有的做法及措施 应该都是经过相关的专业人员建议 及各级长官的考量 下达命令到各部队去执行 其中让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管制休假这个命令 除了管制休假 你就没有其他的方法了吗 你国防部的脑袋就这样而已吗 如果只会下达管制休假的命令 我要你国防部做什么 连主管机关、卫福部、陈时中部长 都不敢轻易说出封城 你国防部到底凭什么管制官兵的休假 在十几年前 我也在部队经历过SARS的疫情 国防部一样基于官兵的健康及安全为由 下达了管制官兵休假的命令 基层部队是最可怜的 长官下达什么样的命令 基层部队完全照搬就对了 长官一脸要与病毒对抗的决心 我们这些下属的当然要挺到底 但是我后来才发现 真正的完全管制营区、管制休假 原来都只是个屁 聘雇人员每天依然上班 各单位洽工人员依然进入营区 各种的厂商一样进入营区 进出营区人员如此频繁 我不知道你管制基层部队休假的意义在哪里 原来只有基层部队才是人 才要遵守命令 其他的聘雇人员、洽工人员及厂商都不是人 其实我也不是反对国军部队事实的 因应应期的进展而管制休假 但是总是要划分阶段嘛 我以为没有下令封城国军部队就不应该管制休假 你国军比别人差吗? 人家医疗人员、警察、公职人员等等 风险都比你们军人还高 他们有管制休假吗? 没有啊!人家管控做得好啊! 反而是一直待在营区里面 不能出来的国军第一个说要管制休假 你有比别人差吗? 你不相信自己的管控能力及做法吗? 现在的科技已经非常的进步了 足迹也可以很快的查明 只要大门做好收假人员全身消毒作业 架个全身喷洒器没有很难吧 如果有发现染疫的人员立即做好隔离后送 相关寝室的人员也不多 就二字四人而已 也很好控制的 不要跟我说改善官兵生活设施都推了五年以上 你现在的寝室还是二十个人以上哦 所以我的想法一直是 只要卫福部没有下达封城的命令 国军部队就不应该管制休假 如果你自己这个长官是为了害怕自己的部队有确诊 而影响了自己的官运 决定下达管制休假的命令 也只是让我看到你这个长官的毫无作为及无能而已 大家看我的影片久了应该知道我是一个非常重视官兵休假的人 因为我自己是小官的时候 经常性的被一些鸟事而管制了休假 当时我就告诉自己 如果有一天我当了长官了 如非情势却有必要 我绝对不会轻易管制官兵的休假 我非常自豪 在我当长官的时间里 我没有管制过官兵的休假 不是我不重视防疫工作 我只是看不惯一些长官没有努力 就下达了管制休假的命令 或是仅仅要求管制基层官兵而已 如果长官那么好当的话 谁都可以当长官了 我的想法是 只要卫福部没有下达封城的命令 国军部队就不应该管制休假 以上是我针对国军防疫现在管休 完全没有必要的分享 就提供大家做参考啰 如果大家对国军基层各项事务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我会尽力为大家解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并分享我的影片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订阅 下边这个视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